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強烈的大陸冷氣團以及輻射冷卻的影響 清晨的氣溫普遍偏低 我們預計明天的話冷氣團就會逐漸的減弱 氣溫會逐漸的回升 不過在明天清晨的話仍然有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仍然會出現局部10度以下的低溫 提醒大家注意 至於詳細的天氣如何 我們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可以看到台灣地區的話 整個大台北地區跟東漫步地區 雲量是比較偏多的 桃園以南的話 其實大部分雲量是比較偏少的一個狀況 我們預計明天清晨的狀況也是差不多 因此在明天竹苗地區還有金門 仍然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氣氧局也發布了低溫特報 提醒大家注意 整體而言的話 清晨氣溫比較偏低 大家一定要做好保冷的工作 至於在未來的天氣 我們看一下溫月來的溫度的趨勢圖 黃色線是北台灣的溫度 明天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回溫的趨勢 不過清晨氣溫偏低 白天的話回暖的相當明顯 所以呈現一個日夜溫差比較大的狀況 而禮拜五禮拜六都是這種回溫的情形 要等到禮拜天的話 北台灣還會再轉陽的一個情況 至於在天氣的部分的話 明天大部分是一個多雲道勤的天氣 就在東漫步地區還有大台北山區 有些零零星星到局部的降雨 不過影響的話不至於太大 最後天氣小叮零的部分 明天是一個回暖 而且比較相對穩定的天氣 東半部有些局部雨 山區大台北山區有些局部雨 不過影響不至於太大 至於在溫度的部分 日夜溫差會比較大一點 提醒大家注意 另外也提醒西半部地區還有金門馬祖 容易出現一些局部 交通網盤請多加留意 以上資料由中央線而舉提供 以上資料由中央線而舉提供 感谢观看